女人趴在河边盯上了一只青蛙 想当美味的法式烤牛蛙哈拉子留了一地 削尖一根树之后慢慢地爬了过去 靠近后迅速出击 但随着一阵水花青蛙消失了 看得见吃不到可把他气坏了 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迈克身上 迈克曾是特种兵 现在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他找到了一大片香谱 这可是好东西 花粉可以入药 跟进可以生吃 今天的晚餐算是有了着落 但女人看着这堆草质疑道 迈克当即剥了一根吃给他看 女人叫露斯 是一名新闻主播 也是一名实地记者 野外生存这种戏码 他见过不少 但真枪实弹上阵还是第一回 露斯也有样学样地吃了起来 迈克还笑了一段跟进 让他品尝一下 吃完了香谱 露斯抱怨自己被青蛙鄙视了 迈克表示 我去抓他过来给你赔罪 他操起一根大木棍 就朝河边走去 一眼就看到了那只 惹恼妻子的青蛙 二话不说 一棍子下去 送走了他 露斯看见青蛙喜出望外 今晚可以荤素搭配了 就在他准备晚餐的时候 迈克又带回了两条虫子 露斯嫌弃地看了一眼 就让他快点扔了 但迈克哪肯放过 这来之不易的蛋白质 流落荒倒两天了 终于才吃上了一顿热乎的 一天前 两人漂流在科罗拉多河中 尽情享受着浪漫的蜜月之旅 突然意外发生了 冷不丁落水的露斯 被冻得嗷嗷直叫 其实这一切都是迈克的鬼主意 作为野外达人 常年在野外生活 饱受妻子埋怨 于是他故意弄翻了小船 拖老婆下水 男人啊 身体的湿温 让露斯感到恶心想吐 迈克带他找了个被封的位置 换下了湿透的衣服 现在只能先想办法活下来 等待救援 轻点了一下手头的物资 有一把刀 一个收音机 还有一个餐盒 迈克本以为里面装的是吃的 结果打开一看 只有卫生纸和钢丝球 露斯尴尬地表示 这是用来刷碗的 迈克赶紧夸他有先进之名 看着露斯一脸的迷惑 迈克得意地开启了野外求生教学 红老婆和野外教学 到底哪个更难 迈克教给老婆的第一课 是电池生火 用钢丝球连接电池的两极 通过短路产生的热量 到达燃点 加上卫生纸的助攻 火很快就升起来了 露斯从没见过这样的骚操作 激动地嗷嗷直叫 迈克还给了他一个吻 作为鼓励 有了火源 接下来就是解决庇护所的问题了 迈克找来木头开始搭建屏障 露斯也积极地去帮忙收集材料 迈克还没有讲解完 就传来了露斯的尖叫 别看他小小一只 被咬上一口 肌肉就会坏死 露斯当即表示 他不要睡在这样的木头旁 迈克连忙安慰道 都检查过了 很安全 到了晚上 为了让露斯睡得更安心 迈克从身后紧紧搂住了他 接下来的画面 需要付费才能观看 大家还是省点钱 多打赏一下小编吧 第二天早上 两人都饿坏了 看这只粉色的蜥蜴 露斯有点按捺不住了 为了寻找食物 他们决定爬到高地看看 上来后却发现光秃秃的 方圆石里渺无人烟 但这一趟也并非一无所获 河的对岸植被茂盛 还有动物活动的踪迹 于是他们决定搬家去另一边 下来的路上 发现了一大片的丝兰 这种植物的花蕾可以吃 跟进可以制作肥皂 迈克随手摘下一片花瓣 递了过去 露斯感叹 味道很像沙拉 吃起来还有种烤串的即食感 他们摘了一些作为饭后甜点 接着向下走 又发现了野生芦笋 尝过之后就照单全收了 吃饱了终于有力气过河了 面对湍急的河流 迈克找来了两根长棍协助 他讲解得很认真 露斯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反正最后两人都是丢了木棍游过去的 露斯冷得趴在岸边动弹不得 迈克赶紧往他身上撒沙子 晒暖的沙子可以减轻湿温的症状 缓过来之后赶紧看了一下结婚戒指 还好他还在 两人巡视了一圈后便开始忙碌了起来 先迅速地生好了火 再搭建完庇护所 接下来就是早点野味打打牙记了 长腿的大火鸡 短尾的小兔子 还有河里唱歌的青蛙 谁会成为迈克夫妇的晚餐呢 这几天一直靠吃草坚持着 此时早已疲惫不堪 突然他们听见了火鸡的叫声 两人瞬间来了精神 开始寻找做工件用的材料 选择一根有弹性的小树 砍掉多余的树枝 然后在两端各砍出一条祸口 接着绑上降落散身 作为弓弦 试一试张力还不错 接着再找几根树枝削尖作为剑 一切准备就绪 先拿帽子练练手 露斯很轻松地就拉开了弓 一下子射出去两米远 迈克给了他一个你真棒的表情 试了几次之后 总算射中了目标 两人兴奋地又轻又爆 塞了我一嘴的狗粮 秀完恩爱 夫妻俩拿着弓箭悄摸上了衫 目标锁定 三只正在散步的火鸡 可能是两人的肚子嚼得太大声了 还没出手就打草惊蛇了 他们只好采取第二套方案 从两面跑钞 然后用石头砸死他们 但火鸡跑起来的速度堪比火车 追不上就算了 夫妻俩还走散了 第二套方案也以失败告终 两人会合后只能失望而归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在返回的途中 迈克又看见了一只兔子 他赶紧抓着空间摸了上去 结果一紧张射偏了 之后一阵穷追猛打 兔子还是跑了 接连的失败让他深感 做男人真的好难 为了安慰他 路斯给了他一个亲亲 有了爱的鼓励 迈克瞬间又电量满格了 抓不住火鸡和兔子 只好又拿青蛙开刀了 他提着大木棍来到河边 一棍子下去又抓住了一只青蛙 虽然个头不大 但总算挽回一点男人的尊严 烤青蛙加上主香谱 夫妻俩吃得心满意足 时间来到第四天早晨 迈克喝着水 路斯正在收集柴火 突然他们听见了马达的声音 两人赶紧大声呼喊 并用力挥舞着颜色鲜艳的外套 踏上救援的船之后 科罗拉多河挑战算是完美落幕了 下一期的挑战地点位于南太平洋 吃螃蟹抓满鱼 邀你一起共赏 认准求索老字号 专注求生100年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说